中秋送禮祝創世 佑妮珍堂 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不是來到蔡奇亞 我們是清果行 今天是來到創世基金會排中院的義脈現場 大家好 我是阿諒 大家好 我是阿諒 可以叫我小柚子 我們這個離子很特別 有聽過石鋼嗎 我們這次的創世基金會義賣的離子是石鋼出產的 是石鋼 不是石門水庫 我們是石鋼最經典 裡面是很甜 而且這個石鋼是優質的新鋳鯉 但是它為什麼叫大八 因為它叫大八品種的新鋳鯉 你這個底子打開 袋子把它打開 你看到這個外表漂亮 你看到外表漂亮 裡面就很好吃 他顧到我自己會帶走 會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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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後來我們幾年 把阿翔送到創世這邊來照顧 阿翔來到創世 他對你來說有什麼幫助 有比較好 身體有比較好 不然會會繳癒 會繳癒 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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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翔你怎麼會在那裡 我又補充了 就是 算是真的幫助我們家庭 家庭很大的問題 經濟上的支柱還是什麼的等等 希望 照顧阿翔很多 很愛心這樣子 因為阿翔去年也是因為有疾病 然後到醫院去 從醫院出來之後 直接送到副理之家去照顧 去年底阿翔來到創世之後 到今年 雖然還不到一年 但這一年的時間 其實阿翔沒有再去就醫住院 也減輕了阿翔家庭面照顧上面的負擔 那從每個月可能要負擔副理之家 三四萬塊甚至四五萬塊的照顧費用 來到創世其實 減輕了他們這樣的一些照顧上面的 不管是媽媽照顧上面的身體壓力 還是他負擔阿翔照顧上面的經濟壓力 都幫助了這個家庭 我想這就是我們創世基金會 一直秉直的照顧一個職務人 就是在照顧這個家庭 希望我們可以繼續把阿翔照顧好 謝謝創世基金會 謝謝阿翔媽媽 我們創世基金會 多年來總是植物人的照顧 包含愛養服務還有到財服務 那今年因為這個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 不但很多的活動我們都被迫取消 包含發票也衰退 捐款也衰退 那希望在這個地方 在中秋節前夕 我們推出一個中秋的愛心意脈 希望所有的愛心好朋友 能夠繼續來支持創世 我們這次的中秋節意脈呢 有我們台中石崗在意的這個新心禮 可以讓大家來做個選擇 那麼還有我們來自斗六的老長的文彈 還有我們台中代甲大甲這邊 這個有名的玉香油心書 還有綜合的這個月明禮盒 我想各項應景的一些意脈的禮盒 可以供民眾來做這樣的挑選 希望大家可以助創世一致之力 在這個疫情的逆境當中 可以讓我們動度難關 希望大家繼續的來幫助創世 中秋送禮助創世 又離真堂 零四二三八四一一二六 分機九 恰循中秋小組 對 二三八四一一二六 分機九 我們都有中秋小組的工作人員 會幫大家做一個接待 跟一個那個接單動作 請大家多多幫忙 幫一個植物人就是救了一個家庭 幫了一個家庭 在今天很請大家多多幫忙 謝謝 因為我們講完之後 待會會有很多電話進來 所以你耐心等候 第一通如果卡不到 第二通就繼續卡 一定要做這個愛心 請大家多多幫忙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